Hello 各位朋友好 今天有一點時間和大家分享 我們這個 aspects sharing 希望各位subscribe to our YouTube channel share 給身邊的朋友 也許朋友也可以受益 關於有些朋友說 RELAX RALLY 好像很舒服 好像很舒適 我們是很舒適的 想和大家分享 如何用一些控制的事情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 aspects 你要知道 我們好像有這個客人 要Master 你才可以做到RELAX RALLY RELAX RALLY 都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We just try to make it simple for everyone to absorb 那你會繼續去RELAX RALLY 我們全部的學生都會 可以做好RELAX RALLY 的 我小弟 Henry 每一次都會 用我的手藝 去讓他們 acquire到skill 的 那一件事就叫做 Control Control You have control You have control First of all 你自己先 OK And also 之後你就可以看看 可不可以 Control the opponent Of course RELAX RALLY 是多數 我跟所有的朋友說 猜拳 都是兩個人的事 所以你不要只怪自己 做自己的事 你都要跟 你的朋友 配合 So First thing I guess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 RELAX RALLY 很多次 你每一下 你打 雖然我們是抽的 我 有時候都抽下去的 但是 都是 都要看一下我 對方的朋友 他 sustain them sustain到 他應該是維持到的 我不會就這樣 去抽 然後 只做我自己的事 which is 全面有很多朋友 都有做的 OK 猜拳是兩個人的事 你跟他 practice 你這個朋友 其實很感謝他 他打回我 幫牌給你 其實這個應該是一個很 很 mutual respect 的事 我知道有些 有些 可能這樣說話 但是真的很true 如果你只怪自己做自己的事 你不要讓別人想到 別人的感受 其實不太理解 我抽下去 only I know because他打得回來 so 如果他抽不到 他打不到回來 我會 tone down 讓我都練到我的事 but while 他打到他的事 你明白嗎 Control Control 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自己 其實每一下 shots 都是不同的 如果你踩球 relect rally for example 你要increase 你的Control 你要懂得去做 就是懂得去adjust 因為有時候 有些球 它亂滴 突然有些風吹 又不吹 或者有些lighting 或者有太陽 或者他擺了不同的spin 那個球 有些不同的 就是 in order to 每一次 去打回同一個位 給那個人 and 他又可以打回你 你懂得 adjust to the sudden 突然的 突然的 changes of the ball ok 有些時候 你打了很多次 有些時候 會有fatigue 你就要adjust 或者對方 打個 不好意思 sorry 他突然走到另一個位 你就要打回他 所以 一件事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要懂得去adjust 你adjust 你adjust 這是一個good skill for you to have 這個就是 the more ability 你可以adjust 隨機應變 the more control 有時候看影片 你也看不到 其實 我會做很多 minor adjustments so that i can get that ball to where i want it to go ok 大家再看影片 留意 其實是很難看的 看不到的 就是adjustments 那些 我會做很多adjustments 令到我可以 make that ball and one of the biggest adjustments constantly 就是rackered face Alright 最後一段 分享給大家 就是 猜球的時候 放鬆出來 儘量打回 控制球 給朋友 不要那麼輕易 爽 要抽獲 因為其實 是不會有一個 這麼realistic situation 就是每一個人 是這麼巧 下下球打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 打兩邊 打winner 打winner 你打到 其實都不是真的 一個winner 因為為什麼呢 是沒有pressure 我經常都跟我們這些客人說 rally 就是rally 打開就打開 兩個人一起打開 兩個人一起rally 就不要那麼輕易 人家rally給你 因為我經常見到很多 人家不停rally給你 人家就 有時候打了一下 就很爽啊 你們打給你 就讓你去抽 一,你不是擔心別人的感覺 第二 你就算是打到winner 你打match的時候 都未必打到 因為match的時候 有pressure pressure呢 會affect you a lot 和大家分享 最後一 bit of sharing 剛才那個都很重要 剛才那個 真的很重要 就是 你一個錯覺 有些覺得 我抽兩板 去 去 fulfill到我自己內心的開心 其實 不是的 假的錯覺 當你打match 你要動兩步去打 就變了又失 anyway 可能很多朋友 覺得很硬 不喜歡 但其實真的很true 在match裡面 你要recovery 打完之後 回到封位那一刻 很累的 你去那個球 打 其實你動兩板 動兩下 整件事已經改變了 沒有一個人 我告訴你 是會不停打那個球 給你 讓你去打兩邊 就算 你打到一個勝出 也不是一個真正的勝出 還有 在最終的 你猜球 放鬆的 就是 人家猜球 除非你跟他說 I'm gonna go this way I'm gonna go that way 如果你真的想打 open go play the point 兩個人都play the point 別人打得勝出 你那時候 你又沒那麼追不到 好啊 OK Anyways like it or not that's what we see in the game OK 另一個分享 大家要記住 如果你想好像 外面有很多good players OK You gotta be able to see the world like them and copy and模仿 and learn from them so that you can become a top player yourself 如果不停留在 以前那個位那裡 就不會 不會改變那些東西 不會改變的 OK 例如 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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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畫家 我畫畫很噁心 人家說 不是啊 其實那張畫是這樣的概念 Story 幕後會是這樣的 哦 那就是我不懂得欣賞 我低級的 因為我不是畫家 同樣的理由 適合 在各種運動 你必須要看世界上的眼神 和心 其實是這樣看一件事 這樣做一件事 這樣感覺一件事 這樣練一件事 所以就變了 只要看影片是沒有用的 OK 影片是一個 good supplement for after the session 你知道 you know what to look for 我剛才跟剛才說 Surfing seminar 我說 你看我的示範 然後看我的示範 然後我告訴你 其實你看我的示範是沒有用的 unless I tell you what to look for 那次就是一個 relaxed grip的 細一點 和大一點的分享 那次就是 你看我的Surfing but now you look at how much light light grip pressure I do 所以 大家明白嗎 你的 point很重要 你明白到 first you see the world through the pros' eyes and then you 感受它整件事 train like them know what to look for 剛才 look for what to look for 就是那個example of demonstration 就算這麼簡單的例子 都是很複雜 其實是很複雜的 所以另一件事就是 in order to do 做剛才那些事 容易點 use simple simple technique simple technique 不要不停去追求 不停去做 做啊 加料 不是加料是好的 反而減 簡單點 最容易做 很多很成功的事 都是很簡單的 成功的人 都很簡單 成功的concept 都很簡單的 他們就做了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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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壓力的情況下 但他們仍然可以做 我認為 一位最好的玩家 是Roger Federer 當他很壓力的時候 他做一些很... 你覺得很簡單的事 他做得很簡單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是一個很... 很驚訝的玩家 像Nadale Jokovic 你也有很多 沒有class players 都是 所以 希望今天 的分享 可以給大家很多 是非常重要的 有打球的朋友仔 有猜球的朋友仔 有鬥球的朋友仔 即是比賽的 這些都會適合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可以 on court coach Henry 的 coaching training 陪著你做這件事 make you guys help you guys along the journey better and better 那些壓力 那些壓力 那些東西 OK Here's the last bit of tips 給大家 為何你好像沒有什麼壓力 那是因為 I don't see it as pressure 我也有壓力的 Affect我的東西 可能 It's different to what affects you 反過來講 不影響我的東西 maybe affecting you OK so you see the world through my eyes through我的 session 當然我們 不同的朋友仔 都會有不同的教練 That's totally ok 你是要 see the world through 你的教練的 eyes that's why you learn from them you know and all 不同的 methods 不同的 coaching methods 都要尊重的 but the purpose就是這樣 不同的學生 香港的不同的教練 都是想學他的東西 See the world through his eyes understand how he trains understand how he plays understand how he controls understand how he controls understand how he can adjust in order to 用他那個method 去令到這件事成功 因為其實打冒球 都是 the ball in the strings over the net in the court repeatedly It's the same game but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令到你achieve到這件事 right? I would think 大家都會 agree so 剛才的分享給大家 就是 記住不要 不妨礙到 剛才的項目 因為非常重要 當我的旅程 有很多次 我有一段時間 我都是沒有人跟我說 我自己find out 所以我是用了很多時間 花了很多時間 去find out 然後現在呢 這個影片 and all the other videos 我們的頻道 是省你們的時間 跟你們說 所以價值就在 所以你們的時間 我都很respect 大家的時間 你們的時間 看的影片 我都很respect so 希望大家subscribe 我們youtube channel and 希望你appreciate 我的時間來 錄這些影片給你 我唯一 有少少的要求 就是 like subscribe and invest in你自己來 找個session with cold training 我們當然有 不同的球拍 會送給大家 我們的private lessons 非常棒 因為 the racket not because it's a racket 不要覺得是 因為 給了錢就要拿jacksaw走 no the racket 是因為 幫你學到這件事 relaxation 和spin and all the other things 就是技巧 我們叫做craftsmanship 我們有個客戶 手藝 去幫助你們 去學到這件事 但當然不是一堂兩堂 是一個長期的method 什麼時候學完 是 it's never ending because you're gonna play 不同的球員 不同的level of people and 當你繼續進步 你會繼續去 graze the bar on你自己 好 謝謝各位收聽 此言和大家聊 and again you guys are amazing thank you for watching 給個like我好不好 給個comment 我告訴你 剛剛的video sharing 你有哪件事最喜歡 或者agree to disagree but all positive comments please 好嗎 thank you and繼續努力 大家coachhenry get ready for the lesson and have a great day guys bye bye